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影视圈的最新动态 前段时间我们的娱乐无期现实播出了 胡歌最新丽作49日记的特别节目 观众的反应特别的强烈 这个时候呢剧组又推出了一新最新的剧照啊 剧照一出来呢很多观众就强烈的吐槽 说这不是胡歌本人 胡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这些照片跟他本人那么的不像呢 胡歌亮相上海电影节 像经典艺术片致敬的活动 作为一个配音迷 胡歌现场向老一辈配音演员们讨教学习了很多经验 喜欢挑战的他 各是大胆尝试现场配音 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们的一致赞赏 作为偶像小生的胡歌 一直以来以帅气清爽的形象示人 这次出席活动 他不仅戴了眼镜还续起了胡子 俨然一副沧桑范儿 胡歌呀胡歌你这是怎么了 现在这个造型胡子这个造型是49日的 不是 那是《如梦之梦》里的造型 原来刘胡子是为了话剧的需要 只是他这一沧桑 让他以前的帅哥形象荡然无存 胡歌这一转身转得有点快 很多人多少有点不习惯 胡歌突然玩生沉了 不会是为了博眼球吧 我觉得我不属于你说的那一类演员 我还挺要漂亮的 因为我不觉得我本身非常漂亮 只是有一些角色 他不是一个花瓶 他不是靠靓丽的外形来作为卖点的 胡歌来到上海电影节参加配音的活动 而另外一位帅哥斗肖则是来宣传自己的新戏 城市游戏 一直出演门艺小生的斗肖 这次可是玩起了大转型 出演电影城市游戏中的极限运动达人 张艺谋近日签约新公司的消息 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旗下的艺人 一直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一样 依然没有着落 前几天 妮妮还传出要加盟华仪 作为由张艺谋导演一手捧红的演员 斗肖愿意追随张艺谋的脚步一起签约吗 我可以考虑啊 I'll put that in consideration 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会跟周冬雨一起 跟张艺谋导演签约的公司吗 那你问周冬雨啊 哈哈